嗨,大家好,我是藍白老師 我的頻道主要是有音樂教學 然後Live演出以及創作分享 還有跟夾娃娃 還有跟貓咪之類等等的一些生活紀錄 雖然說一開始看會覺得有點雜 可是我想要呈現的就是我自己比較真實一點的生活 所以說我想說盡量的盡可能的就是都表現出來給大家看 對,還有訂完直播 不定時訂完直播 可以歡迎各位參考 好,那今天我們來到吉他的第二堂課 那今天我想要把重點放在這一支右手的地方 怎麼樣指彈 怎麼樣指彈 怎麼樣可以彈出 比如說一開始 大家一開始學習的T121321 為什麼 怎麼樣可以彈啊 這是很多人入門的一開始對不對 那還有你會說這有什麼用呢 其實他是有用的 比如說你如果說之後彈到演奏曲 T12132121221 T1213 T1213 我可以一開始就把這個無名指放在第一條上面 然後讓他這個121 你可以多練習 121 好,那大拇指的話則是要稍微看一下 沒問題 感受一下 但是這邊的話呢 你可以121多練習 好,121你熟悉了以後呢 再來1213 再把它勾起來 就把它勾起來就好 輕輕放在這裡就好了 你看 那就可以了 T1213 121 等於說這個呢 你可以在不需要用到它的時候 其實你就放在上面 好,其實這樣的話你就會比較有一個 手感 你就比較不會就是說沒有一個支撐的力 力道在這裡 這對於初學來講的話 是蠻好用的 OK 好 然後在我剛開始初學吉他的時候呢 大概在高中的時候吧 坦白說我那時候 就是常常練習 然後呢 會變成說不知不覺我連課堂上我都會練習 課堂上怎麼練習呢 課堂上的時候呢 比如說這是一個桌面 桌面上的時候呢 老師在上課我就會這樣 T121321 T1213212 T1213212 老師就說 你在幹什麼啊 藍白 我說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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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很像挑釁有沒有 T121212 我看起來很像挑釁 可是呢 代表的是什麼意思呢 你就算是沒有吉他的時候 你平常的時候 你也可以讓你的手 不自覺的讓他擺動 讓他習慣就是這個擺動的這個姿勢 T1213212 就是大拇指嘛 然後食指中指食指 無名指食指中指 食指 你就讓他習慣性的一直擺動 坦白說也有助於就是那個 就是你自己的練習 當然是不能影響課堂 也不能夠影響到你平常的作業 那再來的話則是左手的部分 左手部分的話 你會說老師我一開始的和弦 我一開始的和弦沒辦法壓好怎麼辦呢 那我現在示範一下 左手的話怎麼辦 比如說一開始的C和弦 假設你真的沒有辦法按很好 因為一開始要立起來 不要碰到其他弦 其實是有難度的對不對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先食指放開 用Cmaj7 用Cmaj7來彈 這樣也可以 T1213121 就會比較好彈 那Am的話呢 你就也不要用Am 你就用這個 也是放開食指 變成用Asus2 Asus2 這樣的話呢 然後一樣T5 你就盡量讓這兩隻手指頭 先怎麼樣 獨立出來 不要讓他碰到其他弦 那F的話呢 你再用Fmaj7 那就盡量讓食指就怎麼樣 可以獨立出來 不要碰到第一條 第一條不要碰到很重要 T4213121 讓他這樣子 讓他每一根的聲音都出來 如果真的不行的話 你再放開食指 也是可以的 好在最後一個 比較OK一點 就是G 那G的話 你再按住G7 應該是沒問題的 如果一開始覺得G 和弦很難按 你就先用G7 也沒問題 那如果還是覺得很難 好吧 你就放開變成G6吧 簡單來說 如果你一開始不行的話 你不妨在練習你的手指頭的時候 食指先不要加入 我示範一次 都先讓中指跟無名指訓練這兩隻手指頭 習慣了以後再把它慢慢的加進去 就會越練越順 好 那真的是很感謝 就是大家 就是對我頻道的關注 我頻道經歷了很久 我其實本來不想要做教學頻道了 說實在的 因為平常都一直在教課了 然後既然拍影片還要再拍教課 真的是覺得夠啦 可是呢 沒想到收看率還不錯 大家的評價也都還不錯 所以呢 我覺得說好啊 那分享教學也是 我很樂於的一部分 所以說 我就想說 好那我就 我就來開始一些吉他 之後應該也會有烏克利利的教學 那希望喜歡的話呢 可以分享訂閱 還有點讚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謝謝 我是藍白老師 我也是 小朋友 我也是 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